大家好,大家好,看谁老不见事大 说这个北京 一个具重要,具敏感的这么一个地点 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大门口 发生了一场非常奇怪的,极其惨烈的交通事故 一辆奥迪Anew的车和另外一辆车 撞的是现场浓烟滚滚 是吧,紧身大坐 看见车里面有一个人当场就被撞死了 还有一个人正在趴在这个车里面 正在哀嚎啊 现场很难看 很难看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就被广大的北京市民军围观呗 然后呢,网信办呢 又是按照他的常规动作又全网封杀消息 最后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 就是说是一场事故 但是没有写地点 也没有写时间 过了大概十几个小时 有人就说出来了啊 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儿 那是在北京是最核心的地方 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 机关事务管理局 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呢 这种地方啊就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不是 你想想如果说你在北京的这个天安门广场 你如果搞一个什么任何的这么一个交通事故 那肯定会有全世界的报道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某种意义上啊 比这个什么北天安门广场更敏感 只不过呢是因为呢他在一条街上面呢 大家不怎么注意 其实更敏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说就是一场交通事故了 是因为发生的地点不对了 太敏感了 所以就是不让不让说 不让转不让这个什么传播呗 因为地点敏感 所以世界敏感 还有人说根本就不是好不好 这是另一场这个 就类似于当年另计划的儿子开车 撞死的交通事故是不是 里面死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是一个高官是吧 是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官 所以有人就故意制造了一场车祸 把他给装死了 说现在这个有些个有人呢 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啊 就开始搞暗杀了 先从这个狗官开始抓起是不是 还有人说是什么呢 说是这个 这个里面呢 不是有很多特供吗 是不是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里面 有很多个高级东西 啊 说是往里面搞什么送什么东西啊 被人给难解了 到底是怎么一会一会事也不知道 还有人说是什么 呃 叫做 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暗杀行动 到底暗杀谁呢 是暗杀李强吗 还是暗杀李强身边的秘书 专门给李强负责这个什么 搞特供的人吗 总而言对 简而总之啊 有点这个不知道 我看了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你发生的地点 真的是太敏感了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 那个整个那条街都是被检验的 平时你根本就进不去 明白了吧 所以呢 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小的事 肯定是个大事 就像当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 壮士在北四环 是吧 开着法拉利 然后里面呢 有两个藏族姑娘 加上令计划的儿子 就是一场交通事故呗 那一天我 基本上我是晚上 大概是十点钟左右 我那时候上班是在这个 支撑路嘛 我开车都是要跑四环嘛 四环是九点半以后 就是比较车去没那么堵了嘛 然后我就可以在那个车牛里面 就就是标我的车嘛 是吧 巴士二脉 然后左右穿梭 哎呦 我那个车提速好得很 是不是特别好玩 是吧 做一个小型的飘移 那非常的爽 是吧 就那天我刚刚这个 从那里经过 没多久就就传出 这个令计划的儿子 在那里出车祸了 以为就是个交通事故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很复杂 是后来原来是 一场蓄貌已久的谋杀 到底是谁谋杀 令计划的儿子 到目前为止不得而知 有人说是周永康把他的这个什么儿子搞死了 有的人说是薄熙来把这个令计划的儿子搞死了 说是令计划和这个周永康在争这个习近平的位置 本来他们两个人是一伙的 令计划和薄熙来是一伙的 周永康在背后的给他们两个人都支持 然后他们两个人联合起来要赶走习近平 完了以后呢抢夺这个总书记的位置 然后这些事胡锦涛都不知道 然后周永康呢就是他急支持薄熙来 又支持令计划 希望希望他们两个人联手能够搞大事 结果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就是为道理谁做总书记 一下子就闹起来了 就吵起来了 最后呢就周永康派人把令计划的儿子搞死了 警告这个令计划你不要抢 你是一个屌丝出身 是吧 你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薄熙来 你最多做一个全国人大委员长不错了 你还做总书记 总理你也不能干 就这么一个事情 后来一传的遗传是十传百 十传百这个事到现在为止还是曝术秘密 不知道 哎呀共产党的事情啊 真不是真不是你的想象那么简单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说这个习包子人在江西吗 不是考察紧德镇吗 按照正常情况 你应该是在江西考察完了以后 你就回去了 结果突然发现这个河南郑州边上的高速公路 全部都封闭了 不让上去 为什么呀 因为习包子去郑州了 然后北京这边的消息又传说 这个习包子本来是没有计划去郑州的 就是因为发国务 北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门口 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车祸 看上去非常的蹊跷 非常的奇怪 觉得这个有人要陈习主席子 不在北京的时候也搞事 说不定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先缓一缓停一停等一等 所以这个蔡奇就临时决定让习主席去郑州看一看 郑州有什么好看的呢 是不是 郑州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李克强的地盘有什么好看的呢 他只不过是躲一躲 不要这个赶到枪口上了 要是北京这边的接下来 如果再没有什么动静 就是一场单纯的一场 发生在北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门口的这么一个交通案子的话 再过两天没动静 习主席再回来 因为习主席这次出去 他不是做专机出去的 也不是做专列出去的 是做汽车一路向南 挺有意思的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汽车 挺好玩的 估计是像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吗 秋天到了 这个估计景色挺好看 这个是各种说法都有 我们看看网上有哪些个说法 说这个北京机关事务局的门口啊 那条街上全是变异 是不是 你能你能够在那里看到的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全都是变异 这么多变异 而且车上 而且那条街上的车非常的少 在那个地方两个车相撞 那绝对是一场谋杀 想都别想 是不是 一般的人根本也不让你进去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啊 说那个那条街上面呢 有些个在路上的一些个你看上去很奇怪的一些个东西 比如说有修鞋的啊 有有卖烤红薯的是吧 还有烤这个羊肉串的在那里假装在那里叫卖 然后你知道你以为那些人是真正的是在那谋生吗 是普通老百姓吗 都是一些个变异 这个有些人呢 他老瓜子他不多想想的 共产党是有城管的 城管他能允许你在那条街上面去修鞋 你允许你在那个地方卖烤红薯 你允许你在那里卖羊肉串 你开什么国家玩笑啊 是不是就像这个天安门广场 哎呀有人在那里拍照 有人在那里打着一把伞在那里假装牛弯 全那两是便宜 你以为呢啊 还有人在那里放鸽子 鸽子和平鸽 是吧 便宜 别想多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是不是有人说这个那条街上面的便宜比天安门还多 我告诉你 这个话我是信的啊 有几个地方是便宜非常多的 就是那个新华门门口 那里面哪一回走动的 一个个像游人从那里走过的 都是便宜 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你从新华门门门口走过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便宜 还有一种人是就是从外地的旅游的 不知道深浅 是不是 而且你也只能走街道的这一边 走新华门的对面 你不能走这边 这边你根本就不让你走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哎呦 还有人说 说这个 造谣吧 有人有人传谣 说是一辆汽车 撞上了一个汽资讯车的 他妈的我们看到的场面是个什么情况啊 是一个那个汽车的前机器盖都翻过来了 然后那个水箱的里面的什么都都都开始在那里 差不多就要燃烧了 完了以后你一个自行车是什么做的 是坦克做的吗 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没有的事情我跟你说 一定是有特别大的事情 特别大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共产党的事情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我们呢 也就就这个话题 跟大家说一说 现在的确中国有一批人 他跟习包子讲道理 讲不讲不进去 军方的人讲不进去 人都抓光了 他会不断的制造一点事端 这是中共内斗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什么夜化气的爆炸吧 就很奇怪 就在那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的夜化气爆炸的 那个地方夜化气爆炸的 煤气关爆炸了 天津有连环炸 江苏爆炸 陕西爆炸 河南爆炸 全是夜化气爆炸 然后就那 大概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二十天的时间 我当时就提醒大家 这肯定是反习派 有组织的给习包子一点脸色 制造一点社会动荡 然后给他制造一点压力 然后那老百姓不当粮食 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想多了 怎么最近这段时间又没有了呀 就那么一段时间 后来就一下子消停了 全国就没有煤气爆炸了 唉 在中国最好是多长点心眼啊 不要那么太相信共产党的那些个官方释放出来的消息 也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个为土共中国 为包子的为共产党辟谣的消息 那都是带节奏的啊 这个天安门广场 新华门口 新华门的门口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门口全是便衣 我告诉你 你在网上看到那些个为共产党说话的人 全他那样都是便衣 谢谢